我是思维学生当中一个 特殊一个职业 可能你们不太了解 我是青天相声演员 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 我发现就有一个 很好玩的现象 我跟萨老师一样 我们工作的时候都用普通话 相声表演大部分也都用普通话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在作品当中会运用方言 但是无论学习方言或者是普通话 我们都讲究四个字 自证腔圆 当地话我们这方言学得也要像 对吧 但是怎么来界定自证腔圆这个标准 确实很好的问题 到底什么叫自证腔圆 我过去的学生 从国外到中国来学中文 一打车到学校里 感觉是非常有挫败感 为什么呀 说司机跟他说什么呀 他都听不懂 我说你别担心 他说的不是你学的普通话 是北京话 对 所以这句自证腔圆呢 我觉得这里边也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个看你干什么 你比如说金飞说相声 背影学友呢是主持人 那必须自证腔圆 对于普通人来说 他用语言也好 用方言 他第一个目的是什么是交际嘛 传递信息 交流情感 所以也没必要说每个人都要说的自证腔圆 就看你是做什么 那有些学者就认为呢 有些学生一定要自证腔圆 但实际呀 有些时候提过高要求的话 自证腔圆的话 有些时候是磋伤他们的积极性 实际我一直认为 学习外语 学习二语 也得应该有二语的样子 外语的样子 还有可能 对你学的那个目的语言有贡献 你比如说 博虎在中国肯定听了很多这个 Chinese English 中式英语 你觉得怎么样 中式英语 对 它现在已经变成了 刚才这位说 可能是网络的一种 开玩笑的方式 英语和中文混杂着说 是吧 而且呢 你看这个中式英语为什么形成 就是英语和中国人的生活结合起来 比如说我们上 我上学那时呢 一到教室上课了 班长喊stand up 然后老师跟同学之间 怎么打招呼呢 Good morning teacher Good morning students 但是博虎你知道 teacher跟student 在英语中 不能作为称呼语 我们是直接叫名字 Doctor谁 Professor谁 对 或者是用一个 Mr 就是职称 Mrs 加社会称谓 加一个姓氏 或者知乎其名 都可以 但是到了中国这个语境 不太好办 所以这就是什么 英文和中国的生活 紧密相关了 形成了一个中式英语 赵院长 我就讨教您一个问题 遇到外国人 说中文不标准的时候 我们是纠正还是不纠正 比如说我太太 她在家有的时候 经常发出一些很奇怪的音 我想笑 但又怕伤她自尊 比如说她经常小孩 玩沙子 玩完以后 过来 把手上的傻子洗掉 傻子 把手上的傻子洗掉 那时候呢 我真的是憋不住 但是我又怕一笑呢 她会 她会有这个 不好意思 而且她会 可能会受挫 所以那个时候 我正常的 我科学的反应应该是什么 科学的反应就是 我纠正还是不纠正 很愉快地接受 愉快地接受 以后再找机会 慢慢告诉她 正确的读音 我觉得都没必要 因为什么呢 我们日常的沟通 叫的是答应 你知道她在说什么 够了 我怕我们家俩宝宝 万一长大 以后就管成一条傻子 这还真不用担心 儿童这个语言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正好我补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亲哥哥 他是对调 真的是非常不敏感 在音乐里面 按道理来说 音准这种东西 是可以练 但是你如果是 无音不分 这个是交不出来的 就是这个是否是 又有调整的可能性 这个呢就是 有一种观点 就是什么 叫感知训练 什么叫感知训练呢 就是你能不能 感知出来 那是三声还是四声 你如果能够听准了 就对你发准 非常有帮助 所以让她多听 不同的声调的区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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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